大家好 歡迎收看 今天的節目 左營台股盤中大漲100點以上 我告訴你這個盤 要直接往上走高嗎 要不要直上嗎 沒有 就是同禮拜台股 17516 創下新高 不排除 創新高 獲利的賣壓會比較重 所以接下來盤會怎麼走 我有沒有幫你交代得很清楚 目前就震盪整理 他要再度的過17516 我說至少要一兩個禮拜的時間 該震就讓他震 該洗盤就讓他洗盤 行情看得懂 對你操作難度 當然會有降低的一個效果 就要是對盤市的規劃 帶你看見未來 你好好地把我的節目看完 你就知道接下來的動作 你要做出什麼的策略 很清楚的一個脈絡 所以禮拜17516 當然是可喜可賀的一件事情 漲了1500點的台股創新高 這絕對是多頭行情 對 一個多月之間能創新高 這不是多頭 難道是空頭嗎 所以對於這樣的行情 獲利性的賣壓 讓台股接下來當然是震盪整理 所以禮拜一講完之後會壓回 禮拜二有沒有跌168點 昨天盤中又大漲111點 震盪整理盤操作難度稍微升高 難度會升高 代表的 就是說你的操作 要特別的一個謹慎 尤其是幾漲幾跌反向操作 盤市的一個震盪過程 你或許可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等壓回上車會比較漂亮 所以昨天盤中大漲百點以上的台股 告訴你開始整理 操作難度稍微升高 因為還是多頭 只是漲多要整理而已 整理的過程 幾漲幾跌反向操作 所以今天台股又壓回了81點 盤看得懂 操作難度就可以降低 我不曉得清老師 在台股10月底11月初落底16000 到今天為止 所帶給你盤市的分析 有沒有幫你看見未來 我像不像是台股的一個導演 幫你掌控群局 你應該很清楚 所以藍盤見高手 接下來的盤要跟著高手來操作 你比較容易賺到錢 如果你只是一昧的 跟以往一樣 追追追亂追 你很容易套套套 你以後一定看得到 這一檔蒼盒 太陽人3D王版的 明星級產品的一個機油股 銀收電成長75% 型態剛突破了買點 上禮拜二的148 漲到157 我說過錢高173 水 準備往上走高挑戰前波高 333的翻倍計畫 我會一檔一檔付諸行動 讓你知道 所以來到上禮拜四 這個175過錢高的位置 真的很漂亮 漂亮的行情 我就會幫你獲利陳述效果 這個願望幫你實現 否則你遇到前波壓力 你會想賣 那你賣掉之後 後面這一段 又跟你沒有緣分 不是嗎 所以上禮拜四的分析很清楚 過錢高173 水還會再漲 禮拜二有沒有漲到186 我說成交量 7000多張 量先價型的概念 他會挑戰前波高 他會過193.5 沒有錯吧 從這個位置 到這個轉折 到禮拜二 量先價型的一個表態 會過前高 193.5 所以整個一個漲合 整個禮拜三來到192.5 離前波高只差一塊 會不會過 我在禮拜二就跟你講過 所以一檔個股的走勢 是其量價 具有關鍵性的因素 所以對於 不管是個股 還是盤勢 如果你可以看見未來 你可以知道接下來怎麼走 你在股票市場上 要賺取一定的財富 應該是垂手可得 不會太難 所以繼續朝333的目標前進 這樣子上來 一個多禮拜30% 44塊錢 所以今天昌爾有沒有過高 想當然而 今天最高197.5 過高33% 我194先賣 我常常告訴你 一檔股票如果過高 該怎麼停你 我一定會有所動作 不要一檔股票 漲了一大段了 過前高了 你才去追 這是我常常在電視上 提醒你的一個重點 不要亂追高我的股票 真的不要亂追高 你可以欣賞 我是如何的一步一腳印 幫你創造出 33%的利潤 很清楚 關鍵性的買點 轉折 量價結構的分析會 引判過前高 今天印證了 那我就賣 從低檔肌的買點 到今天的付租行動的賣點 9.15分的昌和 193附近賣 15分194 你去對價 為人大概成交在194附近 我發完訊息之後 還有194 195 所以整個昌和賣194 盤中壓為185.5 千萬頭廟 33% 我又做到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如果完成這個333的一個翻倍計畫 一當股票三成就夠了 有這樣的行情 我就會幫你達成這樣的冤枉 我才會推出這樣的計畫 或者達不成的冤枉 那都是假說的 你應該知道千萬是在分析盤勢 不是那種吹牛的 畫大餅的 我如果每天跟你畫大餅 用做夢的一個想法 來吸引你的眼光 那我就真的太柔了 對 我如果要這樣分析 我在禮拜一就告訴你 來到17516 這盤漲了1500點之後 還有1500點 我可以這樣用喊的 反正又不用負責任 但是會讓你們看破手腳 會失去你們的一個信任程度 誠信實在是我的堅持跟原則 盤會怎麼走 我會告訴你清楚未來走勢 你才可以動足先機 否則每天畫夢 每天都在安慰自己 反正亂追都會賺 亂追之後還有一大段 行情還有1500點 那對你來講 是一個讓你深陷另舞的 一個窘境的一個說法 所以 藍盤勁高手 目前就在整理 讓他整理個兩個禮拜 或三個禮拜都沒關係 還是多頭 只是指數會停在這邊 指數停在這邊 難道沒有標股會出去嗎 難道昌和 我沒有讓你創造出33%的利潤嗎 再兩檔就翻倍了 不是嗎 所以昌和今天賣 建老師是為代會賣股票的分析師 這不是呼口號 我也付諸行動 為你都可以見證 你都可以跟我對時對價 今天194有沒有帶你賣倉盒 這一檔M31 前面兩波段230塊錢 對不對 有沒有333翻倍的報酬率 你自己看下去 1040賣 因為第二階段任務完成了 來到前波高 賣 賣完之後 連跌三天 跌到967 禮拜一跟你預告 會有第三趟嗎 會有第三趟嗎 如果有 我盤中會告訴你 如果沒有 我盤中也會告訴你 這是我帶你看盤的好處 是不是 所以整個M31 我有沒有在禮拜二 回檔四天 955做接回 離我的賣點1040 差到85塊錢 高檔賣低檔接 這就是我的一個操盤風格 禮拜三盤中 1070平行高 我在禮拜二接回 我就告訴你 禮拜三很關鍵 禮拜三很關鍵 禮拜三平行高 1070 其實我賣一半 大概賣在1040或1045附近 今天我把另外一半也賣掉 10.06分的M31 在1010附近賣出剩餘一半持股 06分在1010 你去對價 用今天賣比較低的 來跟你算績效好了 我昨天賣在1040 1045附近的 另外一半就賣1010了 第三趟的操作 955接回 1010賣 這樣一賣一賣 55塊錢 同手無期 對 用第二筆比較差的績效 是不是 1010賣 收盤 987 所以 今天雖然沒有賣在一個漂亮位置 但是該停利 該賣還是要賣嗎 很多同朋友的毛病是 比如說M31昨天的高點 你沒有跟我先賣一半 今天往下修正 你就不想賣了 結果本來一檔好的股票 你是賺錢的 讓你做到變了錢 這是很多同朋友的毛病 一定要賣最高 搞不好你看我節目 比如說我昌耳今天賣在194 你今天沒有賣 你或許明天會彈高到192 你或許說等到衝高到194以上 賣得比我更高 你才想賣 結果呢 結果呢 股價就下去了 下去了 就連換套了 本來賺錢股票 你變賠錢 賠錢 乾脆就不賣 鴕鳥心態又來了 然後又在那邊早知道了 所以太多的早知道 造就你們的不知道 不知所以然 什麼時候要買 什麼時候要賣 就好像是一個解盤風格 所帶給你的對時對價的操作過程 很清楚 所以M31 前面兩趟230 這一趟55 加起來三趟285 一樣朝333的分配計畫 一步一步的賣進 一檔中央再換一檔 一趟中央再換一趟 迅捷第一趟的操作 上禮拜二 三天轉折買點 上去賺了十幾% 七七賣 上禮拜十賣 賣完之後 也沒有回檔四天 禮拜二來到70.6 連4A是找賣點嗎 我昨天特別交代 你有用操盤軟體 操盤系統的 任何的一個操盤軟體 都是弱的指標 我敢跟你保證 建老師以前就研發出 全台第一款 手機的操盤軟體 結合宏達電的機房 我不曉得老同學還記不記得 最新的第一款 宏達電智慧手機 結合操盤系統 就是先好是發明出來的 既然我可以發明這個系統 那代表我的智慧 應該是可以高於這個操盤系統 所以後來我就不用操盤軟體了 因為那是落後指標 你看到任何的一個指標系統 連四黑一定告訴你這是一個賣點 這是一個空點 你一賣一空 隔天就亮燈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連四黑誰會預告 迅捷接下來第五天會轉折向上 會亮燈 只有我 禮拜二 連四黑預告禮拜三會漲 禮拜三會漲 禮拜二當然要做接位的動作 禮拜三有沒有漲停 78.8 這樣又多10% 那今天迅捷呢 77賣 77賣 兩趟大概20%左右 9.31分的一迅捷 77父親賣 要下來先賣一趟 當時再77 你77不賣就越來越低 這邊又不賣又越來越低 經常都是這樣 所以千老師給你的買賣點 到底有沒有參考的價值 跌的時候 跟我買 這是我給你優勢 漲的時候帶你賣 是我給你一個價值 因為一檔股票在跌 你敢進場低階嗎 大盤目前在震盪著你 你最好就是趁大盤跌的時候 才進場買股票 會比較穩當 那漲的時候你想賣嗎 你捨得賣嗎 我會帶你賣 這是我給你一個價值 是不是 所以今天昌和要賣 M31昨天賣一半 今天把另外一半還是賣 迅捷今天賣得不是很漂亮 還是要賣 你不賣 77不賣 盤中達到72.1 不是越走越低嗎 憲老師 不僅會帶會買股票 更會帶會賣股票 我是會帶會賣股票的分析師 上禮拜五的運名航運 大雙底結構 買完之後大漲 禮拜一漲停 禮拜二創新高 我賣 我賣在59 3天20% 是不是 賣完之後 就沒有高點了 禮拜二打到平盤目盡 禮拜三昨天 壓回53.8 禮拜四 今天又跌到52.6 相對高點懂得賣 這才是一個務實的一個操盤手法 而不是漲上去的 搖旗吶喊鼓吹你去追 有用嗎 有用嗎 同樣 你要懂得盡好是一個解盤風格 我不是那麼喜歡跟你們做生意 你知道嗎 我如果要跟你做生意 我每天都推優惠 對 打折打到你骨折 結果操作績效一團亂 有用嗎 我比較喜歡跟你們做朋友 做朋友要心困到底 要誠懇實在 不是嗎 所以這檔華新科 你自己看一下 我怎麼低檔買怎麼高檔賣的 11月22日回檔 這天開始進場 進場完之後回檔拉回再買 120 記得嗎 衝高賣 賣在141.5這樣24% 賣完之後華新科 是不是開始下來了 是不是開始下來 尖綴低132.5% 離我的賣點大概差9塊錢 預計接回的位置在這邊 我今天盤通告訴會員 華新科 預計在這個價位以下 才會考慮接回 就這個位置 就是那個位置 陳老師 不管是對大盤的一個結構 或是個股的看法 我都會事前規劃 事前規劃 你才知道 你的預備動作 該做出什麼 身段比較漂亮 是不是 大盤個股都是一樣 所以這檔股票賺超過半個股本的 昨天告訴你 他已經修正五波 足底完成整理末端 昨天買完之後往上拉 我希望今天有低點讓你買 今天沒什麼低點 今天大盤跌81點 他紅K吧 我只是要告訴你 像這樣修正完畢的一檔肌股 有壓回我還要再買 因為他夠低 他的價值還沒浮現 目前的股價還沒有反應 他應該有的一個價值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未來行情 還不曉得如果掌握的 你可以加入金老師的一個LINE 小鼠AI8085 小鼠AI幫你幫我 幫幫你也幫幫我 每天至少給你兩通的call訊 一通在盤中12點半 還沒收盤前幫你即時解盤 一通在盤後的5點鐘 幫你解析未來 兩通call訊至少幫你掌握現在 以及看見未來 所以歡迎你加入 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這一張主機板的一個技嘉 我今天首度在254接回 367我有賣 291我有賣 經過一段時間 足底完成支撐突破 所以買在254 不可能買239 看到紅K棒出蓄了 對 壓力過了 所以不可能買最低買254 重點是367是我帶你賣的 賣完之後回檔修正 結尾之後彈上去291 再賣一趟 兩趟累積報酬率 100塊錢 所以整個一個技嘉 該避開風險當然都有避開 該賺利潤賺100 至少朋友 這兩三個月你看我節目 我哪一檔AI股票讓你們受傷 沒有 全身而退 全身而退 所以整個技嘉 不可能我買最低點 親愛的朋友 我如果買最低點 代表我在摸摸底 每天猜低點 每天告訴會員 每天都可以買 總有一天買最低 不需要 你要的是一個績效 什麼樣的績效 賺了100塊錢之後 這邊都沒有受傷嗎 你這邊買 其實都不太動 等到它底部行程 突破了254 再做接回 不是很漂亮嗎 10點20分一個技嘉 型態突破轉強 254買進買回 當時候在253.5 你再度的對時對價 就買在254 要衝了 型態突破轉強 254買完之後 盤中拉高260 收盤259.5 這就是我的動作 是不是 367要賣291要賣 今天254結尾 不可能最低點做結尾 但離我的賣點 差了37塊錢 是每次的風險避開 每次利潤有沒有辦法 賺到手裡面 你應該很清楚 這一檔顯卡 主機板技嘉的資金來源 就是我維新 同族群的 維新禮掰賣掉的 這一套資金 就是轉買今天的一個技嘉 維新的資金來源 就是細創 我細創 295賣掉買維新 維新賣掉之後 今天又去轉技嘉 那技嘉細創 有上來嗎 好像沒有 今天細創 288 今天的一個 維新 我賣這個位置 我賣幾塊錢 183.5 今天的一個 維新 180 也沒有上去 但轉到技嘉 今天現買 現往上攻 這一檔紅康 半導體檢測設備大廠的 323賣 賺了78塊錢 回檔糾正 主體完成230 打底 接回 是不是 合理兩天 紅棒就支撐 還會推升 有沒有推升到250 短線架構追250的領位套 但是逢低乘接的一個紅康 到今天為止你看一下 這一根紅給棒 還是守住 我說紅給棒就支撐 支撐到今為止 是不是還守住 採低階原則 是目前盤面 我所給你一個操作建議 知道我的意思嗎 比如說今天大盤盤中跌了八十幾點 什麼股票可以買 681的紅康 今天你看到大盤 找盤殺下來 你去砍這個位置嗎 尾盤拉高 尾盤拉高 什麼是騎掌騎鐵反向操作 我不曉得你聽得懂還聽不懂 聽不懂 懷疑加入龍家軍的行業 像是盤中帶你操作 帶你看盤 你會做得相當穩健 你會比較知道 鑽利股本的紅級資訊 底部位置250買的 漲到273.5是漲了23塊錢 漲到309 是漲了59塊錢 底部布局不贏也難 禮拜二長黑殺下來 從309殺到285 誰敢分析紅級資訊 就只有在下我 因為我知道他接下來怎麼走 所以我敢面對會員跟觀眾 所以禮拜二的長黑 洗盤洗到285.5 我說漂亮還會再漲 禮拜三有沒有大漲 來到316創高 昨天為什麼漲停板鎖不住 因為有人去追這根漲停板 隔天殺下來怕了 禮拜三上去當然解套了會賣 所以你是不賺錢的 我知道 懂嗎 所以整個紅級資訊 今天最低285 3低嗎 大盤跌 像這種基油股 你不利用大盤跌下來 讓你進場 你什麼時候進場 該買進該加碼 我盤中一定給你一個標準的 反市場逢低買進的動作 好的跟 這行情目前震盪整理 操縱難度稍微升高而已 跟著高手一起來並肩作戰 我給你的標的 趁跌跟我買 未來一定有333 翻倍的一個利潤 等著你跟我一起賺下去 這一檔營收新高的基油股 你要看清楚 2468回檔8天 這是一個轉折向上買點 漲多的回檔 這是一個標準要進場的一個位置 333翻倍計畫 請老師再度的邀請你加入龍家軍的行列 衝刺3次30%的主流標股 獲利財富自然有翻倍的一個效果 你有需要的 在我的一個LINE留言加333 或是直接來電下旬 明天見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